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兰花 进入这个秋冬季节 很多朋友都在为自家的兰花 已经做好这个夜冬开花的准备了 那么接下来讲的就是 在这个阳台养护兰花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四点 注意好这四点的话 它也是比较的好生长 这个花剑也是比较的容易抽出来 那么是哪四点呢 这四点也是比较的简单的 特别是一些新手啊 一定要注意啊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框枣 因为进入这个秋冬季节 这个光照不是太猛烈了 一定要给出光照 如果这个光照不给出的话 它也是比较的容易出现一个伪念 比较的弱的这些 特别是经常就这些新鸟比较的弱的 因为这种也是一种使光级物 使羊级物 一定要切记给它多光照 秋冬季节多光照 然后就是浇水了 浇水的话 一定要给它每三到五天浇一次 浇水的话一定要分清楚 初级料还有软级料 初级料的话一定要给它请浇水 软级料的话 最好是七到七点浇一次也是可以的 不过进入这个秋冬季节 这个秋高季上是比较的干燥的 一定要给它请浇水也是没事的 如果是这个潮南的天气的话呢 建议就少浇水为好 像南方一些地区的话 这个温度这个是比较的干燥的 一定要给它充足的水分 让它水精头吸收到这个水分 让它更加的饱满是比较好的 施肥的话呢 咱们可以有脂肥或者是这个蚯蚓分肥 给它吸用 是给它这两种啊 用挑一种给它吸用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两种呢 颗粒有脂肥的话呢 它也是比较的保水保肥的啊 肥力是比较充足的 不会出现一个烧苗烧根的现象的 有很多花油都在使用未知加的兰花西用 现在呢 反馈说了已经生长的比较好的 另外就是给它做到一个紧通风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生长的比较的好了 不要把它奔到一个不通风的环境下去 养护就可以了 只要充足了光照通风 施肥还有其他生长呢 是比较好的 这样就不会担心它不生长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呢能够帮助到喜欢养兰花的花样们 特别是一些出养兰花的花油啊 好了下期再见